这条靓女忍不住叫了两下下 下一秒 嗨老用手捂住裤裆跑出教室 原来他意外获得特殊的超能力 只要将靓女的贴身衣物吃进肚子 就可以将对方带进自己的幻想中 然而幻想中发生的每一件事 现实中的靓女都可以真切感受到 嗨老为了玩点更刺激的 于是他把斑花也一起拉了进来 只见三人在幻想中玩得好嗨的兴奋 搞得现实中的西施忍不住叫了出来 在评论区输入闪闪发光的我 就可以触发神奇的特效 在遥远的三五天前 嗨老还是普通过普通的普通人 并且有一个特殊的癖好 每天都喜欢吃铅笔跟一些生活垃圾 所以学校的阿兴仔将他视为怪胎 时常都喜欢以捉弄嗨老为乐 几人合力将他倒插入垃圾桶里 还拍成了短视频上传到社交平台 殊不知阿兴仔马上就会因此遭受灭顶之灾 由于嗨老整天都吃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五脏六腑都已经被严重腐蚀 母亲请来十九几个老村医都毛用 这天有条青年老头站在街边卖银 说只要两毛钱就可以包治百病 如果之不好则赔偿十倍的价钱 刚好有妥想耗羊毛的中年女孩 她的右脚天生残疾三五十年 从打娘胎里就没正常走过路 于是中年女孩把所有老公等塞入罐子里 随后青年老头就摸着她的腿发工 没想到中年女孩果然不屑不管了 母亲见此也拿出毕生的四方钱 妥妥把青年老头请到家中 谁料她的手刚触碰到嗨老性感的胸膛 青年老头貌似遭到了反噬一般 没含吻的烟头都掉到嗨老胸前 还没等母亲回过神来 青年老头就直接倒地抹了油 嗨老却奇迹般坐了起来 感觉自己已经正常过正常人 自此之后嗨老身体有了神奇的变化 当她修自行车时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伤口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看来这坨青年老头可不是一般人 原来她在古墓里找到一本武功秘籍 经过简单的修炼就打通了任督二脉 谁料青年老头触碰到嗨老身体时 没想到所有的精气都被嗨老吸尸掉 间接性导致青年老头抹了油 此时嗨老不但伤口可以快速愈合 还貌似获得了一件反甲一般 只要别人对她发起普通攻击 而伤害却会反弹到打人者的身上 这一幕搞得黄毛一脸猛逼的 不服输的她顺手抄起一根打狗棒 大大力挥下去后伤害又反弹回来 吓得黄毛有那么快跑那么快的 接下来嗨老的人生如同开了挂 班上所有的靓女都主动送上门 瞬间搞得阿兴仔的颜面尽湿 他们决定让嗨老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深夜捞头开着九手老爷车 想要趁机送嗨老去往西北 眼看时机已经非常成熟 捞头一个地板油大大力踩了下去 闪躲不及的嗨老被直接碾压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开车的捞头已经抹了油 并且脑袋像是被重物碾压一般 反而从车底爬出来的嗨老 除了脸上有一丢丢番茄汁 身体上并没有受到钉点伤 这一幕吓得阿兴仔落荒而逃 可心里这一口气始终无法咽下 于是他们趁着夜色 用铁链绑住嗨老别墅的地基 紧接着启动老爷车往前拉长 没想到在别墅里的人是嗨老的母亲 要命的是煤气管道被阵断裂开来 母亲想要往外逃门却怎么也无法打开 下一秒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等嗨老从外面回到家时 母亲已经被大火给活活烧死 搞得伤心的嗨老欲哭无泪的 他发誓一定要让阿兴仔血债血肠 就在爹牛好嗨兴奋游着泳时 嗨老则趁机敲咪咪摸了过来 眼看嗨老用嘴巴吃下爹牛的衣服 然后将衣服紧紧勒住自己脖子 伤害果然瞬间转移到爹牛的身上 随着嗨老再一次加大了力度 强烈的窒息感让爹牛不断挣扎 等岸边的同学察觉到异常时 爹牛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呼吸 这次嗨老也没有再退缩 而是正式跟所有的阿兴仔宣战 阿兴仔被吓得落荒而逃 可嗨老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次日在学校的实验室里 嗨老故意挑衅有点靓仔的卡屎狼 并不断出言挑衅逼迫他出手 为了彻底激怒卡屎狼 嗨老开始对他的女友动手动脚 搞得卡屎狼终于忍不住了 拿起硫酸很顺手往嗨老脸上泼 下一秒就飘出了焦香烤肉的味道 只见卡屎狼的脸遭受到强烈腐蚀 而嗨老却盯点是都毛有 不久后卡屎狼就死得不能再死 很快嗨老找到另一名阿兴仔的衣服 下一秒就直接吃进了肚子里 紧接着拿出威力巨大的冲击钻 毫不犹豫就往大肠腿上钻 伤害也完完全全转移到刁毛身上 眼看这样还根本不够瘾 嗨老又往另一边用力钻 还放开手让手电钻自由旋转 翠花见此不想让嗨老一错再错 因为就算他用这种极端的办法报了仇 自己也会遭受到极大的伤害 就在这时学校的体育老师扑向嗨老 而他正是刁毛的亲生父亲 为了给儿子撑腰壮胆 强哥用枪顶住嗨老的脑袋 无论翠花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 他还是毫不犹豫扣动了班机 刁毛也成功被送往了西北 但嗨老依旧一点伤口也没有 他也因此被村民视为恶魔之子 风水婆马上拿出祖传的法器围剿嗨老 就算翠花苦苦求饶也无济于事 无奈之下他带着嗨老想要逃 却被赶过来的扶警一枪击中胸膛 翠花当场就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愤怒的嗨老想释放出全部能量 将所有的村民全部杀死 但这次却出现了意外 扶警只用了一枪就打死了他 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运送尸体途中翠花突然醒了过来 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看来超能力已经转移到他的身上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